大家好 很开心 跟大家因为人在一起 实际上人跟人在一起 就是一个气场 气场好的话 就大家开心 气场不好的话 在一起 就是生气 那么今天台场想告诉大家 因为马上过年了 年三十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过大年 那么过大年应该怎么样 求求自己家里好呢 怎么求求自己能够顺利呢 希望2011年 能够什么事情都好 那么台长今天呢 也要都告诉大家有个方法的 那么另外呢 首先是感谢大家 在修心修行 每天呢 都有好消息告诉台长 待会儿呢台长会告诉大家 几个比较精彩的好消息 第二呢 来在听众呢 因为有念经的 还有没有念经的 台长呢都会照顾到你们 生前的佛法 台长今天都会讲到 那么新年到了 首先呢 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 好 拜承你 另外呢 还有讲啊 叫学佛有成 改变命令 幸福安康 要做好人 好人因为一生平安 很开心啊 跟大家在一起 台长今天呢 就告诉大家 新年 为什么要烧头香 大家想不想听啊 其实很多人 很傻的 因为烧了多少年的头香 都不知道烧给谁 而且烧了这么多年的头香呢 都不知道为什么 实际上烧头香 很有讲究 很多人烧头香 在年三十晚上 十一点钟就开始烧了 实际上 在年三十这一天 念经是最好 那么不要说 哎呀 恭喜啊 新年啊 怎么怎么 实际上拜早年啊 不如在十二点钟之后 真正烧头香 要时间卡的主 一定要十二点钟 那么这个时辰呢 是十二点钟到两点钟当中 都叫头香 那么头香为什么零呢 想给大家听 因为在万物更新 新年开始的时候 实际上在天上一天 人间就是一年 那么每一天的话呢 实际上菩萨早上都会聚在一起的 尤其是一年的时候 所以呢 年初一的早上 实际上菩萨基本上 文武武百官所有的大菩萨小菩萨全部出来 那么在观音堂 去年收头香 大概来了四十三位菩萨 还能看见的 那么还有很多人也是看得见的 小孩子都看见的 说菩萨都跌在上面 他们说菩萨就跌在上面 实际上呢 就是全部在那边 那么台长告诉大家 刚才我在后面 那么看看今天菩萨来了没有 观星菩萨呢 在上面 然后呢 我还看见天上的五百罗亥 多不多 五百罗亥两边 两边之后呢 你们不是到庙里去过的吗 庙里不是有两边吗 这个两边五百罗亥在那里 当中呢 就是走道嘛 但是台长看见的走道全是云 而且他们五百罗亥都在看我们下面 所以大家要记住 你们今天来都有功德 都是好人 都是会受到菩萨保佑的 实际上你们今天来了 如果你们心中动了很多好脑筋 菩萨还要讲很多话 那么你们实际上回家就会很幸运 道理是一样 所以烧头香药烧得好 平时功德也要做